海贼王,如果玉田刚回国就与凯多开战,他能获得最终胜利吗? 玉田终于决定与凯多宣战,五年前他与大蛇和凯多的约定就是个笑话,这让凯多和大蛇获得了更多的兵力,才造成了今天被动的局面。 凯多忌惮回国的玉田和黑道老大花之兵五郎联手,那样的话他们就要面对和之国所有的武士和侠客,和之国的百姓也希望玉田能打倒凯多。 如果双方在玉田回国时就开战的话,凯多虽然不认为自己会输,但他相信那一定是一场苦战。 假如玉田在五年前决定开战,大家觉得他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吗? 玉田对凯多 玉田刚从海上回国时,正是他一起风发的时候,他在海上与许多强者交战过,战斗经验很丰富。 那时凯多的实力或许比不上二十多年后的他,不过也是海贼重顶级的强者。 后来玉田与凯多交战时,他又研磨将凯多的腹部砍伤,如果没有其他人干扰的话,两人谁胜谁腹还真不好说。 赤翘九霞对二十多年后,赤翘九霞对二灾及其他人。 在讨伐凯多时,赤翘九霞将凯多的手下快速消灭,让人感受到了和之国武士的可怕之处。 当时凯多的部下们想要拦住赤翘九霞并不容易,三杂中只有静和奎因能战斗,杰克还是个小孩子,凌空六子估计也还没出现。 不过凯多既然有自己的海贼团,手下肯定还是有些战力的,感觉赤翘九霞有赢的希望。 冰武郎对大蛇 黑炭大蛇也需要有人来对付,所以花枝冰武郎可能会成为大蛇的对手。 不过大蛇的战斗力似乎并不是很强,冰武郎战胜它并不算困难,大蛇也承认它搞不定冰武郎。 不过大蛇旁边有个守护它的黑炭蝉丸,它是屏障果实能力者,目前还没有人攻破过屏障果实的防御,所以冰武郎也是有力无处使。 各地黑道老大对玉婷繁重 狼是和之国的黑道老大,不过和之国分为六大区域,除了兵武郎管理的底盘,其他各区也还有当地的黑老大,而且他们都对兵武郎十分幸福,也是能跟随兵武郎出战的。 大蛇组建了保护自己的直属忍着部队玉婷繁重,他们是实力也很不错,双方或许将展开持久战。 不过以上都是一测,实际情况或许会更加复杂,就像现在轨道大混战一样剧情难掉。 乍看之下玉田一方还是有获胜的可能,双月康家在保护时夫人他们,其他几大家族或许也会加入讨伐大蛇的队伍,只要玉田能够打赢凯多,一切都好处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!